监委调查发现老农津贴 有退休教授有医生娘 竟然都变成了纸上农民 假农民多达91万 一年可是花掉了政府270亿 因此立法院在下午出审通过了 未来投保年限要从半年提高 变成15年 刚会不够用还得加穿防战衣 因为会期最后一天的委员会 要省的是每逢选举 就成为喊价筹码的压轴法案 之以老农津贴变调 论会主委陈宝基赌上乌纱帽 要将现行只要投保半年 就可以月领7000的投保年限 提高到15年 这样讲对吗 难道委员 我是觉得委员真的是太过分了 我现在在处理时间 不要诬蔑陈宝敏 你骗到的选票 我台大农宣院院长说我反对加码 那你还是进来做国民党的官啊 不是不是谁的官 我替政府人民服务 你之前我感到很厉害 不像我们国家这么多 你不可以人家责任 你好好看 我会不准你 我和你拼到底也没关系 经委对行政院提出纠正 只以假农民人数多达91万人 一年要花270亿严重侵蚀 入市者的补贴福利 六个月的从农 跟一生从农的农民 是可以领相同的福利津贴 这样子的制度 我们师傅要来做一个修正 修法通过后 受影响人数两万六千人 比例不到两% 但平均每年可以为国库 省下30亿元